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上站指数2792.52点下跌了22.47点跌幅是0.8% 深圳城指8877.66点下跌了100.86点跌幅是1.12% 沪深300指数3660.31点下跌了38.79点跌幅是1.05% 中小板指数5517.4点下跌了74.79点跌幅是1.33% 创业板指数1520.89点下跌了19.8点跌幅是1.24% 央视财经50指数6426.92点下跌了62.3点跌幅是0.96% 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登陆交易事件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交易资讯 参与直播互动发表留言点评 也欢迎各位观众对主持人和嘉宾进行投票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指数反弹 你看好哪些行业 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华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胡宇先生 欢迎胡先生 另外一位是广东华辉创富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 袁华明先生 欢迎袁先生 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盘面的表现情况吧 这个成交量依然没有出现有效的放大 我看了一下截止到下午两点钟 互视的成交量是1183亿 基本上和昨天相同时段是持平的 胡先生怎么看待目前的盘面走势 今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 对市场还处在一个震荡驻底阶段 受外围市场影响的话 确实整个市场 目前看全球市场表现都不是特别理想 当然目前我觉得8月份的话 很有可能会有一个红毛行情 因为整个来看市场的这种经济层面的话 也进入到一个基金周期的扩张周期 同时整个市场目前来看的话 政策方面也开始有一些回览的迹象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不应该过于太悲观 而从中长期角度来看 就属于风物长衣放眼量 而且很多目前市场有一些跌的比较多的股票 已经出现了这种价值投资机会了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以一种战略布局的角度 来看市场的这种走势 而不是以一种撒跌 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再去做一些这种割肉 这样的一种操作 刚才胡先生提到了 要以战略布局的思维 原先是怎么看 也觉得是类似的 昨天大盘是受周末的利好 涨幅还是比较大的 那今天我想首先一部分投资者 大盘会有一个盘整的需求 另外方面大盘是受到了 昨晚上的外围市场的这种震荡的 这种对投资者情绪的冲击 我判断未来一段时间 大盘大概率会维持一个震荡整理 寻找薰的价格区间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观察过去几个月的大盘的表现 大体上是在2800到3000点之间 做这个区间震荡整理 但是过去两周时间受到了外部因素 以及汇率波动的冲击 实际上是跌破了2800的底部的区间 我想未来一段时间 大盘应该会消化最新的这些风险因素 来确定新的这种价格的区间 当然结合咱们中国的经济的 这种基本面的认景 以及当前不高的估值的水平 还有我们可能存在的 微周期调节政策的措施 我觉得我们大盘大幅下跌的 这种空间和概率也不太大 投资者不用特别的恐慌 刚才胡先生提到了 战略布局的机会 布局该朝哪个方向来布局 能不能提点建议 好的 我们从98年房改开始 看房地产的周期 大概维持了一个20年的周期 目前接近房地产的上升的 一个第五浪或者叫做一个收官阶段 所以未来我们布局的话 肯定是在新的一些资产 比如说股权 权益类资产 从国家目前整个金融供给 下改革的这种趋势来看的话 未来整个大的目标 就是以科技创新和直接融资 作为双人驱动 那么科技创新它需要有一个 好的一个融资工具 或者叫科唱版 而我们的直接融资 也需要有上市公司的这种业绩回报 加上我们的上市公司的质量的提升 所以这一块的话 对股市而言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周期 也就是说长达25年的一个新的 库制涅肤周期可能要开始了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 从长线布局非常好的一个 大的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 从2020年开始 可能会有一个长达25年的牛市 也许我们现在配置的资产 可能是一些核心的这些白马 或者说是一些消费股 但实际上在目前这个市场上面 受供给社改革影响的一些 属于前期大家不看好的 传统的一些周期股 其实它也有投资价值 而且它的业绩已经开始复苏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觉得这些被趴在底部的 或者说被市场遗忘的一些 连轿的筹码 它更有投资价值 在这个时候我们觉得 做一个战略布局 是非常有意义的 刚才您提到了基金周期 在基金周期见底 或者在扩张期的初始的阶段 您觉得从历史经验来看 哪一类的股票涨得最多 涨得最快 明显能够跑赢大半 主要看市场的经济周期 它驱动力在哪里 如果说从一个长周期的角度来说 现在的基金周期 主要是来自于工业企业的复苏 同时我们看到科技企业 还是处在一个前半段的 这种叫做基础设施的一个铺段 一个铺垫的过程 所以在这个过程还没有达到 一个应用过程之前 2023年可能才会进入到 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阶段 所以在这之前的话 19年到2023年 我们觉得仍然是以传统行业为主导的 一个估值修复的 以及业绩增速提高的一个 叫做我们受益于供给社改革的 这样的一个戴维斯双击的机会 这样的话 从这个角度而言 现在市场其实很多便宜货可以买的 我们从今天市场的热点来看 今天市场当中科创版 很多人都非常关注 比如说微信生物 昨天刚刚上市 最好涨幅500%多 售盘说300%多 今天又是一个大幅度下跌 现在的跌幅是11.17% 原先是怎么看 我们普通投资者该怎么来看待 我觉得可能最近热点板块表现 还是比较突出 但是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而言 我个人判断当前其实是一个 我们A股的核心资产的价格区间的底部 投资者特别是长线投资者 可以利用这个区间去布局 符合长期趋势的这么一个优质资产 我们来看到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A股表现出非常明显的 强者更强的这么一个态势 一方面就一些白马股 它利用它业绩的表现 不断地创新高 另外一方面一些像题材股 概念股ST股 它不断地爆雷 创出新低 那么这个变化实际上是有几个 相对比较长的趋势造成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布团的 传统行业的浓头 其实刚才胡同也说了 其实是受益于我们经济的转型 城市化 特别是行业集中度的不断提升 第二个方面就是 随着监管的加强 特别是机构影响力的加大 实际市场的定价体系 其实是向陈述资本来靠拢 客观上是有利于 业绩薪金更好的难筹股的 第三个我想随着是 在资本市场 包括我们产业政策的助理下 一些行业的 就是新兴行业的浓头 或者新闻行业的浓头 是具备成长为 全球竞争力气的机会的 所以综合考虑这些趋势 以及当前A股的 这种估值的水平 我觉得当前我们不能说是 所有的这种行业的底部 但是我想是我们A股的 这些优质资产 核性资产的一个底部 长线投资者完全可以 利用这个机会 逢低布局 谢谢二的分析 谢谢 来看其他方面 继中宏退新ST除英之后 又一家上市公司 面临面值退市危机 昨天新ST华信继续跌停 盘中虽然多次打开跌停板 但是最终还是难逃跌停的命运 今天开盘新ST华信开盘再次跌停 封单超过80万手 截止到五金收盘 股价报0.7元 连续16个交易日 股价低于1元 距离20个交易日 面值低于1元 触发退市 还剩下4天 8月8日 新ST华信连续14个交易日 股价低于1元 当晚 新ST华信突然宣布 将与交作市中周探诉 签订重组一项协议书 双方就由中周探诉协调 帮助公司摆脱债务危机等事宜 达成合作意向 8月9日 新ST华信走出地天板行情 然而下一个交易日 即8月12日 新ST华信又惨遭跌停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新ST华信正处退市边缘 上述合作公告发布后 深交所火速下发关注函 要求新ST华信补充本次与中周探诉 开展合作的可行性与合规性 说明是否存在利用信息披露 影响股票交易 抬拉股价的情形 对此 新ST华信12日晚回复称 公司不存在利用信息披露 影响股票交易 抬拉股价的情形 另外对于深交所提出疑问的 协同效应 新ST华信并没有具体回应 只是称 目前公司与中周探诉 就目前商讨的意向 尚未债务重组方向等事宜 尚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若本次拟进行的债务重组事宜 能得以顺利落实及实施 后续公司将与中周探诉 继续商讨资产或业务等其他事项 他找一些重组方来进行自救 通过一些信息披露的手段 来抬升一些股价 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反应 但是能否真正的重组成功 会取决于整个重组行为 是否可行 是否合规 重组方是否真正有实力 使得ST华信摆脱目前的一个现状 但是目前从ST华信 披露的信息当中 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 另外一个从技术上来看 即使是ST华信 未来几个交易日全部涨停 也很难恢复这个面值 所以说目前ST华信被退市 集成定 截至8月12日收盘 A股低于1元的正常交易个股 有新ST华信 新ST大控和新ST华页 其中新ST大控已经连续7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 新ST华页连续12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 同时A股中正常交易的1元股数还有57只 从类型上来看 57只股票中有35只都是批心带帽 被标注退市风险警示 这一比例为61.4% 其中8只为ST股 27只为新ST股 从基本面上看 这些1元股基本都业绩不佳 面临面值退市风险的这些股票 那么如果说重组成功 无疑在技术上会有比较大的一个短线的交易机会 但是这个当中的不确定性也非常高 那么前两只面临着这个面值退市的这个股票 那么实际上也采取过类似的动作 但是都没有成功 对于这个普通投资者而言 那么首先要研究 它的这个重组是否是一个实质性的重组 还是一个只是消息面上的拉升股价 另外这些1元股 就是面临面值退市这些股票 通常那么在经营上 都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困境 另外在财务上也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困境 同时也可能会涉及到 一些涉嫌违法违规的这些情况 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 风险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普通投资者要面临 要避免去接触这样的一些投资标的 万德数据显示 昨天护身两市主力资金全天净流入41亿元 结束此前连续12个交易日净流出 其中中小版主力资金净流入7亿元 创业版主力资金净流入19亿元 护身300成分股主力资金净流入51亿元 深万所数的28个一级行业中 昨天有10个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入 其中电子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入规模拘手 全天净流入资金34.69亿元 其次是食品饮料 非银金融行业 净流入资金分别为15.61亿元 12.94亿元 我们认为这个资金加速的这个回流 实际上是看好中国的市场 因此实际上也契合我们对中国市场 未来的一个看多的这么一个判断 实际上中国因为有很多的因素 使到实际上中国现在有很多股票 是很有价值的 而且未来也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同时据万德数据显示 北向资金连续三个交易日净流入 昨天净流入金额为22.39亿元 其中户股通净流入3.02亿元 深谷通净流入19.38亿元 各股方面平安银行 贵州茅台 五粮业 分别获北向资金净买入 12.76亿元 5.89亿元 4.2亿元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这一次的流入在这个深谷通这边 实际上会占有更大的量 因此可以反映这个北向资金 对于中国未来科技板块的一个看好 以及这个当然消费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大的布局 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昨天晚间隔离电器发布公告 珠海国资委已经原则同意 隔离电器国有股权转让项目 公开征集受让方方案 这也意味着从今年三月底 就开始的隔离混改再进一程 股权转让事宜进入到了关键阶段 根据公告 空股股东珠海隔离集团有限公司 你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 协议转让其持有的隔离电器 9亿0.235万9632股股份 占隔离电器总股本的15% 本次股份转让价格 依据除权除息事项相应调整为 不低于每股44.17元 同时本次公开征集转让股份的实施 将可能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诸海国资委以原则同意 本次隔离电器国有股权转让项目 公开征集受让方方案 我们国资委作为第一大股东 第一我们没法赋予这个隔离电器 就是更加有效的一种基地机制 第二个股份又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 公司的资历结构也有点不合理 所以我们就是实施这个战略减持 引进这个更加有效的战略资源 来推动这个隔离电器的 就是更加有效的一种多元化和国际化战 同时就是构建更加有效的这种基地机制 那么引进一批更加高端的人才 来推动隔离电器未来的一种更好发展 根据测算 此次隔离电器15%股权转让价近400亿元 公告明确提出 意向受让方因为单一法律主体 或受同一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不超过两个法律主体组成的联合体 若为两个法律主体组成联合体 共同作为意向受让方 则联合体内各法律主体 需在递交受让申请材料前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并承诺在持股期限内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若为两个法律主体组成联合体 共同作为意向受让方 联合体内任意法律主体 受让股份的最低比例需满足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的相关规定 即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5% 方案还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有能力为上市公司引入有效的技术 市场及产业协同等战略资源 协助上市公司提升产业竞争力 拥有推进珠海市产业升级或产业整合的资源 具备为珠海市导入有效战略资源的能力 并能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 目前倒还没有说明确哪一家 但有几家是我们认为是非常优秀的战略投资机构 那么我们引进这个战略投资轮的这个要求 一个是能给各地带来有效的战略资源吗 它在科技创新领域 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它要能走在别人的前面 第二要有利于保持 就是格力电器现有经营管理团队的稳定 我们会跟每一位投资机构 其谈 对单纯的财务投资人 我们没有兴趣 截至目前 格力集团持有格力电器10.96亿股的股份 占格力电器总股本的18.2% 本次你通过公开正级受让方的方式 协议转让公司9.02亿股的股份 占格力电器总股本的15% 也就是说 在转让格力电器15%股份后 格力集团依然保留了3.22%的占股 转让15% 实际上我们就是转让了对格力电器的一个控股权 如果你达不到15% 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完全无实际控制能的企业 这个不利于格力电器的稳定发展 之所以保留3.22% 我们就有权提名一个董事 有利于实现这个格力电器分改过程的一个有利和稳定的过渡性安排 那我们考虑的还是这个怎么去实现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效益的最大化 这也是我们减持这个格力电器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另外今天上午格力电器股价逆势上涨 截止到中午收盘上涨了2.56% 这次格力电器能不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异象受让方 公司认为目前还存在着不确定性 但是本次珠海国资委转让其持有的15%的格力电器的股票 是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举措 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2019年4月1日 格力电器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称 格力集团正筹划转让所持有的部分格力电器股权 可能涉及公司控制权变动 公司股票于当天开市起停牌 4月9日 格力电器再次发布公告称 格力集团已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 协议转让格力集团持有的格力电器总股本15%的股票 该消息引发外界极大关注 格力股票收获两个涨停 国企混改也成为市场新的风向标 5月22日 格力电器召开意向投资者见面会 从其披露的投资者调研纪要可以看到 包括博裕资本 百度 高龄资本 厚普在内的25家机构参加了本次会议 格力电器表示 本次受让方的选择条件和具体方案 将围绕这次格力电器混改的目标来确定 7月30日 格力电器发布 关于股权分支改革 剩余冻结股份解除冻结的公告 格力集团推进股权转让事宜 解除冻结格力电器股权分支改革中 格力集团应履行股权激励承诺 而冻结的剩余500万股 8月12日 朱海市国资委 原则同意格力电器国有股权转让项目 公开征集受让方方案 对格力电器实施战略性分改 不是资本的简单的退出或者是进入 也不是这个所谓的国退民进 或者国进民退这个说法 作为这个地方性的国有资本 我们并不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那我们是主要的就还是通过这个资本的 不断的退出进入退出进入 那么来实现了这个引领和推动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作用 收担的金额呢将近400个亿 说明这个引进的股东的资金实力 将会是非常雄厚 那么就可以跟我们的格力 形成一个强强联合的 那么为格力未来进一步 比如说做一些资产收购 做一些别的一些制度性的改革 就能够提升更大的空间 第二个影响比较大的是 一旦混改成功以后 整个格力它的管理会进一步地 像市场化这一块资理 进一步地做一些提升 那么为格力整个管理 能够带来更大的更多的动力 全国范围内 国际混改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哈耀集团的混改 目前也正在推进中 按照增资扩股方案 其将由国有控股企业 变为国有参股企业 控制权将由哈尔滨市国资委拥有 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为了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 此前还推出双百行动 希望打造出一支国企改革的突击队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近日披露的数字 双百企业已累计完成改革任务2524项 占全部改革任务的31.24% 工作进度快于时间进度 同时在近期 经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海深圳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 和沈阳国资国企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专项工作 也已经正式启动 预计下半年明年很有可能我们国企改革落地的进度 速度可能会大大地超出市场的预期 那么就意味着未来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投资机会 可能就来临了 比如说像广东 深圳 上海 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国企改革推进的力度跟速度 都明显超出大部分的省市地区 因此相应的这些地区的上市公司 值得重点关注 这是从横向这个角度 那么如果从纵向这个角度 像军工 油气 电信 那么这些行业 包括电力 这些行业都是国家重点提到的 于是同时我们也确实看到了 相关的这些行业 都已经是推出了很多的国企混改改革这些的方案 那么这些方案 以及这些行业 我都认为投资者要去重点关注 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我们继续请华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 胡宇先生和广东华辉创富 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袁华明先生 为我们解读盘面和网友的一些疑问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是多家机构含话底不去来临 你怎么看 我们有投资者呢 说了这样一个问题 说也是我们一个老观众叫斌麻子 他说 估值低的没有成长空间 估值高的呢 又不敢买 这可能是我们很多投资者内心深处的心声 胡宇先生怎么看 我觉得估值低的呢 未必就没有成长空间 关键取决于大家怎么看我们的这个经济周期 如果大家认为传统行业都没有增长的空间 那当然你就给的很估 这个估值很低了 但实际上呢 如果受到我们政策的这种共济再改革 包括我们说了金融的共济再改革 这两个共济再改革其实已经对传统行业呢 形成了一个新的业绩驱动力 首先它只能行业的一些产能在做一些这种减少或者说做一些玻璃 同时呢对传统这种高负债的企业来说呢 它通过债转股通过其他的一些混改方式 也让它的财务成本得到了控制 加上我们在做一个新的就是说 目前打造科技创新的这种驱动方式的时候 使得很多传统行业也开始上新型企业转型 那这个时候其实它的业绩增速会有一个低到高的一个过程 只不过市场预期可能还是一个低的预期 但实际上企业业绩呢已经开始复苏了 所以在这个角度而言 我觉得估值低并不代表这业绩就不好 只是因为市场的风险偏好过于低了 所以导致它的估值低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盘面 贵金属涨幅还是比较多的 整个板块的涨幅超过了5% 原先是怎么看 首先呢我想的贵金属的这个涨的这个直接的诱应呢 是过去一段时间呢 金属特别是黄金的这种大幅的上涨 带动了这种相关的企业的 未来可能的业绩提升的预期 另外一个方面呢 从全球的维度来看呢 当前呢全球的这个整个资本市场呢 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 不确定性也比较的多 所以呢存在的比较大的这种避险的 这种投资的需求 那么黄金的板块呢 以及相关的一些板块呢 天然的具备这种避险的这种功效 所以呢就成为近期的这种投资者的 这种关注和投资的一个热点 当然呢从这个涨幅上看啊 我觉得这个涨的已经比较多了 我个人是不建议普通投资者 去抓这种 就是波动相对还是比较大 可持续性呢 需要观察的这种品种 夏天以后呢 倒是可以拿一部分资产 做一些配置 就目前情况下 您建议我们投资者关注那些 其实我刚才提到了 就是说也刚才补充一下 吴先生的这个说法 其实我们现在A股的很多的 可能这种传统行业 虽然整体行业增速虽然不快 但是呢 它的一些浓头行业呢 受益于行业集中度的提升 甚至是我们的这种 品牌站的这种优势呢 其实它的增速还是很快的 就是说当前估值不高 增速还挺快 其实也可以称为是说 相对低估的这种核心资产 我建议普通投资者 或者是长线的资金 更多的关注这一类 被相对低估的这种优质的 具有长期发展趋势的这种资产 大金融算吗 保险 我觉得大金融呢 其实是我们A股的一个核心资产 基本面还是挺好的 估值也不高 其实是折头的来进行配置的 其中的特别是这种浓头的 比如说浓头保险 还有一些部分的商业银行 当然也包括一些头部的券商 那么成长性和业绩确定性 其实更突出一点 我觉得可以值投资者重点的关注 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板块 保险和券商 今天是在跌幅榜牌的比较靠前的位置 胡先生怎么看 是今天市场的偶然表现吗 还是市场认知出现了变化 昨天主要是受北上资金的这种加仓 导致相对的金融的权重股 涨得比较厉害一点 但实际上今天一个获利回土 就导致它短线又回撤了 但实际上从这种大周期来看 我觉得在明年 可能金融股的机会会更大一点 就整个市场对于传统行业的 这种业绩的一个乐观预期 随着我们的风险批号的提高 大家对于牛市预期越快的话 整个这种比较值比较大的行业 往往反弹的概率 或者说上涨的空间会更大 好 谢谢二位的分析 谢谢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交给上海演播室 永东你好 你好 金江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多家机构喊话底部区域来临 你怎么看 胡宇认为市场可能会在 互值2600到2800点之间 反复的注敌 袁哈明原先认为 当前是A股核心资产的底部区域 您和上海的嘉宾怎么看 时间交给你了 永东 好 谢谢金江 下面我们继续来探讨 这里是上海演播室 我是黄永东 那么今天的互生股市 是低开之后震荡回落 盘中反弹相对乏力 直到刚刚交易之前 整个市场才有 比较像样的盘中的反弹 目前来看主板方面 我们看到是黄金中传系 还有机场航运涨付居前 像太白粉无人零售 移动支付还有证券 出现在了跌幅的前列 科创板方面 今天的表现是先亿后扬 目前只有7加下跌 其余全部上涨 微星生物跌幅超过了10% 而浮光股份涨幅超过了10% 那么个股方面 目前是跌多涨少 稍后我们来详细的分析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多家机构喊话底部区域来临 您怎么看 另外我们每天会在 交易时间微信公众号上 开展谁是最佳评选活动 进入央视交易时间微信公众号 点击右下角 谁是最佳 选出您心目当中的 最佳主持人和最佳嘉宾 每天的投票结果 我们将在下午节目的最后揭晓 下面先来看看 今天重点关注的节目内容 财经资讯精华 近在陆家嘴观察 今天的陆家嘴观察 我们来关注的话题是分化 千元股和一元股并存 昨天A股三大股指全线大涨 上证指数收复2800点 创业板指涨超2% 贵州茅台股价再次占上千元 收益1018.63元 除了贵州茅台 截至昨日收盘 A股还有24只股票股价达百元以上 包含八只科创版股票 这些百元股主要集中于医疗 半导体 百酒等行业 而与此同时 股价低于两元的股票 剔除停牌的有超过60只 其中股价低于一元的有三只 可以说这是一个千元股 百元股和一元股共存的市场 那么这些百元股和一元股 都有什么特点 怎么来看A股分化的趋势呢 我们来联系记者高国辉 国辉你好 好的 你刚才提到的是A股这两年出现的一个股价分化的现象 我们看今年以来 就是低价股指数涨幅只有6% 上证中指涨幅已经超过12% 那个创业百分之涨幅超过20% 就是低价股的涨幅远已经落后于其他指数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股价分化 让低价股的过去那种被追逐的风光已经不在 就是过去低价股被追逐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因为稀缺 因为早期的A股规模比较小 只有几百家公司或者是不到一千家 那么资金比较多 每一个股票在不同阶段都可能会被炒作 风水能流转 就很多新股民入市的时候 如果不知道买什么的话 他就往往买一个便宜的吧 也许它至少跌的不会太多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些股票 容易被炒作 而且炒作之后就是容易规避监管 打个比方说 就是低价股 从5块钱涨到10块钱的话 涨幅100% 不太会引人市场注意 那么如果一个50块钱的股票 涨到100块的话 可能会在过去的市场 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 那么会引起发现 而且100元以后 就是很难市场找到接盘 那么操纵市场者也很难出清自己手中的股票 低价股不太好 高价股不太好炒作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 从2017年股市扩容之后 到现在 A股有3600多家公司 就有资金就可以有很多标题可以选择 那么一些股票就逐渐变成冷蒙股 或者是交易不和了 另一个方面 因为A股市场的变革 造成盘中交易监管的加强 同时退市制度 尤其是股价低于20个交易日 低于1元前的股市 可以直接暂停上市 那么让一些连续亏损的股票 或者是违法违规的股票 就面临着 就被市场用脚投票面临着退市 前面就是已经有多家公司 因为股价低于1元 就暂停上市 那么相比一些成熟的市场 我们看香港 香港现在不到2100家公司 但是股价低于1港元的股票 有900多家 接近一半 真正超过100港币的股票 只有8家 就是一个市场分化的比较厉害 那么看看美股也是 美股现在8800多家公司 股价高于100美元的 我同意了一下 有500多家公司 其中股价低于1美元 公司有300多家 主要原因本来还应该更多一点 因为纳斯达克有一个规定 就是股价在180个工作阵里 如果股价低于1美元的话 就可能就要被退市 所以即便如此 美股还有300多家公司 股价低于1美元 所以美股和港股比起来 那么A股的股价崩坏还会继续 所以投资者以后投资的时候 不仅要看股价 更多的要看基本面 看股价公司 自己的内部价值 有时候 就是1元股的风险 可能还比100元 股价的风险还要高 因为1元股可能面临着退市 或者是其他一些违规 违法行为 或者是一些问题股 所以投资者不要因为 仅仅是因为贪便宜 而去买一些便宜的股票 好的 永东 好 谢谢国会的分析 那么市场两极分化格局 愈加明显 投资者怎么看 这会成为A股的常态吗 来听听上海投资者的看法 两极分化应该是为了一个常态 因为现在很难是到一个 我觉得到一个铺整的阶段 还只能就是说 资质好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如果是价值差一点 或者未来发展潜力弱一点 我觉得可能会 那就机会更少了 好公司越来越值钱 一些垃圾公司就越来越不值钱 这也是一个机构抱团的一种现象 因为好公司毕竟太少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茅台好 现在主要还是股票市场的 怎么说呢 有些投资者开始发现价值投资了 原来的时候可能更多都做了财务造假 导致很多的信用出现了问题 包括股民也不大相信上市公司了 然后另外就是最近整体的环境 宏观环境 包括国内外的环境 那整体有一个影响吧 不少投资者认为 低价股的涌现是受到价值投资的影响 未来价格会逐渐回归价值 两极风化的现象可能会更加明显 并且有不少投资者表示 不会投资低价股 更注重价值投资 有些早已经就是资不抵债了 这些越早出现越好 这些公司如果是不推出的话 其他的好公司就很难进了 我个人觉得风险还是有点大的 A股里面也有些股票 其实投资价值不是特别高的 今年股票很多暴雷的嘛 有可能的话它如果暴雷的话 它就股票就会设计什么退市啊什么的 综合包括近期的它的基本面啊 包括它的本身的信息啊 还有一个就是它开线的最近的这个走势啊 是不是在历史的一个相对低点啊 或者阶段性的低点啊 一般再加上它基本面比较合的 我一般会选这种 其实股票我觉得不能单纯的论价格来看吧 你比如说以前牛市的时候 可能会存在一个 所说牛市消灭掉这个低价股 但是现在这个市场 有很多的低价股 它确实是没有价值的 包括它本身信用有问题 那么可能还不一定 只能看那个价格啊 更多的还要看它 比如有没有存在这种财务啊 这个这个 包括它经营啊 有没有合规啊 有没有造假啊 对不对 然后综合的来看吧 A股各股股价分化加大 那么目前A股市场上百元股和两元以下的股票 今年以来的表现如何呢 来看今天的数据挖掘 根据万德数据 截至昨天 A股说盘价超过100元的个股 共有25只 其中有8只是科创版股 从年内涨幅来看 截至昨天 这25只个股中有7只涨幅超过100% 按照涨幅从高到低排名 排在首位的卓胜威 上涨超过4倍 排在第二的科创版股沃尔德 上涨超过150% 随后的上班股份和五粮业 涨幅都在140%到150%之间 第五名银院通信 涨幅为118.8% 再来看上述百元股的市盈率情况 万德数据显示 截至昨天 这25只百元股的平均滚动市盈率 为76.93倍 有7只百元股滚动市盈率超过100倍 其中5只来自科创版 2只来自创业版 将这25只百元股 按照滚动市盈率 从低到高排名 最低的洋和股份 滚动市盈率为18.49倍 随后的吉比特 滚动市盈率为20倍 第三到第五的古井贡酒 五粮业和贵州茅台 滚动市盈率都在30倍到33倍之间 踢出已经停牌的个股 根据万德数据 截至昨天 收盘价低于2元的个股 共有62只 其中有3只 股价不足1元 从这62只个股的涨跌幅情况来看 今年以来 跌幅最大的是新ST丘陵 下跌超过78% 随后的新ST欧普 下跌超过73% 新ST节能 新ST飞马和新ST印记 跌幅都在60%到70%之间 市值方面 市值最大的是包钢股份 截至昨天市值超过680亿元 海航控股 大连港 永泰能源和重庆钢铁 市值分别为310.91亿元 250.15亿元 176.45亿元 和165.89亿元 好 现在是网友互动时间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多家机构喊话底部区域来临 您怎么看 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 诺德量化投资总监王恒南 同时网友可以扫描 屏幕上的爱维码 进入央视交易时间 微信公众号 同步观看直播参与互动 我们来看几条互动的内容 陆迪平说 底部信号不强烈 表现为继续震荡 底部目前是不成立 还会震荡下跌 卓伦选手说 分化好 可以买好的股票 长期持有才能生存 阮中华说 A股潜力是巨大的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拖累了A股的一路上涨 祝慧说 不知底在何方 可能2000点都不是底 子坛说 目前不可能是底部区域 任我行说 任我行说 不相信 具体不相信什么 也说不清楚 那么熊他说 底部从来不是中小散户 买出来的 我只看增量资金 打出底部来才会买入 谈估值 那么机构更不应该 在科创版里面炒作了 时光说 该涨不涨必有大跌 即将进入熊市的末期 好 下面我们请横南来分析一下 昨天是收复了2800 今天受外围市场的影响 又跌破了2800 说明短期市场还很不稳定 那么目前应该怎么来看待 就是说2800这个附近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性质的一个市场的状态 像我们今天的很多机构喊话的那样 是底部区域呢 还是一个下跌中继呢 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对 我觉得这个状态的话 它得分成长期和短期这两个维度来说 其实我个人觉得 按照现在的经济环境 以及上市公司的盈利情况的话 只要3000点以下 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地位 这个是没有太多问题的 即使因为情绪或者一些就外围影响 可能短期内会有所反复 但是你把视野放长 看一到三年的话 这绝对是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一个位置 但第二点就是 就你要看到这个短期的话 现在是不是一个非常确定的 一个底部的位置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很难说 就为什么很难说呢 是因为现在我们之所以把市场冲击 掉下来的这个不确定性 它是来自于主要是来自于外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些东西我们很难去进行一个把控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很难说 它是要反复一段时间 还说比较快可能就会反弹上去 这个我们这个其实很难说的 所以我觉得从刚才说这个角度讲话 可能我们从长期来把握这种投资机会 这个确定性会更高一些 就长期短期来看这个市场 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对对对 你刚刚讲的长期短期 实际上我们更确切地讲是 理性和情绪来看这个市场 长期来看就是说 你认为2800 实际上已经是超跌了 对是 但是呢 短期来看它超跌到2800 就结束呢 还是可能破2700呢 对对 这个就很难去把握 是 但是呢 从你刚才讲的根据经济啊 或者根据盈利情况 我们确实在这个地方 可以找出一些值得投资的 有价值的股票或者公司了 对 这个是不是你刚才做的一个 想表达的一个意思 对是的 就是从长期的话 我们只分便宜还是贵 短期的话 需要研究这个情绪的发酵 还有些事件的 趋势怎么样 对对对 那么刚才也说了 就是说从这个长期来看 其实现在更关键是要挑选出一些 真正便宜的好的公司来 因为刚才其实也说了 这个市场这个分化很厉害 是 所以也许你现在挑的公司 未来市场反弹了 但你买的股票不一定涨 对 那当你挑的那种 就经营的稳定性非常好 然后相对来讲 性价比也非常好的公司的话 在未来市场反弹过程当中 它这个可能会表现出来 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走势 现在呢 就是说关于挑选的公司啊 大家也有一些这个不同的看法 你比如说原来是看白马 那么之后呢 大家关注新兴产业 那么新兴产业呢 现在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对 你比如说像新能源啊 5G啊 这个 那么加上呢 这个科创板上来之后 定价比较高 所以究竟怎么来估值 也存在一定的分歧 那么你觉得现在这个挑选公司 我们现在是很明朗呢 还是说实际上 对这个公司的价值 特别是中长期的价值的 这个分析和挖掘 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对 这个它一定是有难度的 其实所谓的好公司 大体分来 无非就是已经进入成熟 这业绩兑现期的这种白马股 或者是还处在这个成长阶段的 这种成长股 二者各有各的难度 对于白马股来讲 难度在于什么估值是合适的 对 就到底 比如今天也谈到这个茅台 茅台到底 30倍 对 多贵算贵 还是20倍 对 比如说要回调的话 调到多少算便宜 这个其实是 这个其实是 这个对于白马股研究的一个难点 也是重点 对于成长股来讲 成长股最大的风险 在于它基本面的不确定性 所以你能抓住这个成长股 它有大概率能成长起来 你把握住它这个 基本面成长的确定性的话 那这个就是 你能选到这个好的公司 所以这个就是成长股挑选的这个难点 还有一个呢 我想你刚刚讲的经济和盈利 就是我们在牛市的时候呢 往往经济和盈利是这个双驱动 对 那么在熊市的时候呢 是双杀 是的 这个对情绪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对 那么现在呢 这个对于经济和盈利 为什么你会得出一个很乐观的结论 因为确实大家还是有一些分歧 有人认为经济可能会四季度见底啊 有人说见底之后可能一下起不来啊 那么关于盈利方面呢 这个是不是能够马上走上升通道啊 这个都很难说 为什么你刚才的结论相对比较乐观一点 对 我的结论其实是来自于我对于 就国内经济的这个韧性来说的 首先就两点 第一点 海外的这种金融市场的冲击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防火墙 其实是不太会影响到我们国内 这个流动性的这一块 起码不会有大的冲击 第二点的话就是经济的韧性 经济韧性这块我相信两点 第一点就是国内足够大的市场 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国内 现在还有足够多的这种对冲的政策 所以说我相信这种海外的冲击 在我们国内这种对冲政策 这个相互对冲之后 对于整个市场的 对于整个经济体的影响 它不会很大 所以基于这些判断 我觉得2800点 对应现在的这个经济基本面来说 它是便宜的 稍后我们可以继续来探讨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下面来关注一组快讯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来看一组快讯 8月12日央行公告称 当日以利率招标方式 开展了300亿元一回购操作 期限7天 中标利率为2.55% 这是7月23日以来 央行首次开展公开市场 逆回购操作 标志着7月中旬的 流动性投放季已拉开序幕 今年以来 中国资本市场 愈发受到外资关注 富达、贝莱德、瑞银等 国际知名金融机构 积极在华设立外资私募管理机构 截至目前 共有21家外资机构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 备案产品46支 资产管理规模54亿元人民币 根据上交所、深交所公布 本周将有349家上市公司 披露2019年半年报业绩 其中有166家公司 已发布半年报业绩预告 业绩预期公司共有108家 占比65.06% 数据显示 截至8月4日 共有2114家上市公司 披露2019年半年度业绩 有1180家上市公司 业绩实现增长 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发布的数据显示 7月实现汽车销量 180.8万辆 同比下降4.3% 这也是汽车销量 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 今年1到7月 汽车销量完成1413.12万辆 同比下降11.4% 值得注意的是 7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同比下降6.9% 数据显示 7月全国受监测的 300城市 经营性土地 成交建筑面积 17892万平方米 同比和环比跌幅 都在10%以内 平均楼板价 2702元每平方米 环比下跌11% 平均溢价率 降至12.9% 同比下降4.7% 8月12日 中国指数研究院 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土地市场 供求环比全线走低 住宅用地成交量 下降超4成 好 稍后是网友互动时间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现在是网友互动时间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多家机构喊话 底部区域来临 您怎么看 同时网友可以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入央视交易时间 微信公众号 同步观看直播 参与互动 来看几条互动的内容 来看一下 阮中华说 说到底还是没有钱进来 LY说 加强退市力度 业绩不行 直接退市 退一家 发行一家 资金自然就多了 另外我们看 夏侯建勋 他说 说到底还是缺钱 市场没有持续的 增量资金进入 A股市场反而分流严重 离真正的大地 还是要磨一磨 很长的时间 实力低 他说 技术看 周线走向金叉的 就真是底部的个股了 LY说 要跌破2400了 大道支简说 横向全球比较 A股除了银行地产 高杠杆行业 估值偏低 整体还是严重高估 2000点才是底 添不去说 为什么全球央行 都用降息来释放宽松性 要看清本质 因为流动性差 才会导致这样 同时我们看到 黄金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涨 究竟是什么原因 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时光说 百元股 四支是百九 真是A股的缩影 好 下面我们再请 横南来分析一下 刚才谈到了 对宏观经济的 相对乐观 你觉得它的韧性 包括我们自身市场的 这种需求 是足够满足了 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过去的 宏观经济推动 主要是靠几个红利 比如人口红利 房地产红利 出口红利 那么将来宏观经济 你比如说 稳住是一个方面 能不能起来 又是一个方面 靠什么来推动 对 首先的话 之前刚说地产红利 还有人口红利 这个分别带来了 我们加工业的发展 还有地产红利 制造业 城市化 对吧 但未来的话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 是技术红利 技术红利 怎么说 就我们现在毕业 这种理工科院校的学生 是远远多于过去 所以在未来 我们工程师 带来这种技术红利 是支持我们经济 迈向下一个台阶的 最主要的动力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的这种 就进一步改革和开放 改革的动力 对 改革的红利 这两天我们也看到 上海自贸区的 芯片区的建设 其实是一个 很有益的探索 如何在能控制风险的 前提下 逐步的进一步的开放 很多领域 怎么进一步的打开 这个其实是可以 释放出来 很多的改革红利在里面 对 那么鉴于你刚才的分析 长期来看 已经便宜了 短期来看 究竟哪里是底 可能还要看一看 抹一抹 那么我们给出 什么样的策略 是这样的 就是相对来讲的话 我觉得短期的话 偏科技类的公司 更有机会一些 就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 刚才说 这个消费类的企业 确实这个 今年的前半段时间里头 涨了很多 对 刚才我也说 这些公司 既然又是白马 就看估值 总归是在很贵的时候 博弈就很充分 对 已经进入博弈阶段的时候 可以仓位稍微轻一点 什么时候跌下来 再加一些仓位 科技类的企业 它其实有两点 第一点的话 相对来讲 它受宏观经济 需求这方面影响 还不是特别大 因为本身很多领域 都是比较新的 还处在心心向荣的阶段 第二点 就是说 交易数据 我们觉得很多科技股 其实资金的力量还是比较足的 它并没有说走到下跌 或者调整的通道里头 所以我觉得可能从短期来看的话 这些股票的动量会更足一些 科技股应该说是比较活跃 或弹性比较足的 我们看昨天就有好多科技股 是创了短期的新高 那么这个中间还有 比如说科创版和主板 那么还有就比如说是半导体 5G 还有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应用 就很多类 那么能不能再细分一下 对 这个细分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 要抓住两类公司 因为大家也知道 在没有这个业绩兑现的时候 很多时候还是在 讲故事 讲故事炒作 所以最好还是找到一些 有一定的壁垒 有一定的基本面的企业 其实这些科技类 或者新兴类的这些公司 它的壁垒 无非来自于这么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它商业模式的壁垒 商业模式壁垒 就要我说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 就云计算的公司 云计算的公司 它嵌入到各行各业当中 可以显著地提高这个效率 而且这些公司 它天然就有这种壁垒存在 所以就云计算是一个 我比较喜欢的 第二方面就是 偏硬件一些的企业 偏硬件一些的企业 还是那些有一定的 技术壁垒的公司 比较好 但这个的话 就不是某一个 具体的兴奋行业 可能各个行业里头 都能挑出来那么一两家 或者多到三五家这种企业 具有很强的这种技术的竞争优势 偏硬件 我能不能说消费电子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消费电子可以 但消费电子 有一个潜在的风险 就是它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就迭代转换比较快 对 迭代转换比较快 现在可能很多人说 我们可以布局5G了 对 这个没问题 但这个你也要想清楚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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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